澳洲情懷主持 梁幻松 施華 朱莉 澳洲情懷節目 5 月 23 日 星期四 我們早點錄音 朱莉 詩華 李齊美 李齊 我是朱莉 各位好 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又講一些全國新聞 地區有趣新聞 輕鬆的也有 嚴肅的也有 還記得上個星期 星期二就是 晚上總理就宣佈這個2024、25月的預算案 我們事先根據一些收回來的風 跟大家交代了一些 結果真的出來了 跟我們所報的大致上都是吻合的 這些風是政府放出來的 都很準確的 今天就出來了 又跟大家再報導一些實際一點的東西 影響生活 民生的東西很重要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撥了多少錢來益我們 第一樣就是未來的五年就會撥20億 就給居民一些申請 如果是合資格的話 得到政府的一些租務的資助 那就由以往的5%的資助會升到25%的資助 聽起來好像很吸引 但是選取的申請人怎樣根據什麼 我們又不知道 我們沒有屋子租 也好 政府會撥20億 未來五年撥20億 就是每年有4億 不知道有多少人受惠了 第二就是電費方面大家都擔心 電力越來越貴 為什麼呢 哎 因為油貴 其實電力的需求都應該少了 這麼多人裝了太陽能 是不是 應該用少了電 為什麼用這麼貴呢 一直這樣建 聯邦政府的預算案 就跟大家說 明年 就是今年7月開始 每個家庭一年有300元的津貼 分四期 每期75元 就是每一季有75元的資助 叫做好過沒有 電費每個都五六百 三四百 五六百 很平常 就減幾十元 唯獨這件事 我們坤士蘭就厲害了 自己認得厲害了 除了聯邦政府的300元一年 我們坤士蘭的州政府就加碼 我們坤士蘭的居民 就拿了300元之後 州政府又給了1,000元 我們都很爽 是嗎 可能是省省的 你那裡大選 是嗎 是嗎 那我也說了 你說 他工作已經衰到貼地 他現在還做了一些事情 到時候 就算輸也不要輸得這麼肉痠 是嗎 給錢買選票 這個也好 如果下台這個懶坑子都是跟著上來的那些收拾 那些錢不保持 有得比比沒有得比 現在才慷慨了 是 第三樣的利文的措施 就是關於大學生預支政府的金額來交學費 我們澳洲叫做Hex 以前叫做Hex 現在改了名字 都是這樣的行動的方法 跟政府預支一筆錢交了學費 出來做事之後慢慢還 但是欠政府的錢的金額 每年根據消費者物價的指數上升 很多人入大學第一年開始讀 第二年讀讀 第三年讀讀 已經欠政府幾萬人了 那些書還沒讀完 也沒得做 那筆錢就根據消費物價指數就不斷升了 那見到心都很緊張了 上個星期總理就說這樣 以後我們這個學生增政府錢這個計劃 他們欠的款項呢 就不會直接跟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掛鉤了 就會跟這個工資價格指數兩個有分別的 那兩樣東西都是比較參對 那選低一點那樣東西 那當然就不會加高的 那希望就是減輕學生的負擔了 那這方面呢 政府可能會損失30億 那第四項利民措施就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Job Seeker Allowance 就是在找東西做未曾找到 那所謂的我們一般叫做狗仔金 就是失業金 那就加了一些 就每兩個星期就加55塊 那也有好過沒有了 那一般來說就是政府也訪問一些街頭的市民 和一些專家就說沒有什麼新意 其實政府這個這樣的 今年的預算案 那雖然是一個盈餘預算案 就一般人希望政府做到什麼東西 它好像沒有什麼貨交出來 例如說這個通貨膨脹有什麼措施 壓抑這個通貨膨脹有沒有 那另外呢就是銀行利息方面 幾時減也沒有commitment 那政府當然是這件事了 推了給央行 那央行又說 年尾又說 就先看看吧 年尾 起碼幾個月就要用這個高息 那反對黨呢就稍後時間 就會出他們那方面的反對黨的意見了 針對這個預算案 那我們那個反對黨的領袖 Peter Dutton 有很多東西說了 那看來呢它都會把那個問題 會spin一點點 就關於這個移民的問題 那就 就說澳洲現在這個經濟環境 這件事這麼困難呢 會不會真的因為移民太多 政府應付不來啊 就好像打這張牌啊 那立刻就有些專家就說 就不應該這樣 就把這個經濟問題歸咎於移民 那這個也是老調重探了 到底移民到底是促進了澳洲的經濟啊 還是駝累了澳洲的經濟 這件事可以說 那這件事又可以爭取很多選票啊 真的是 那因為大選 那一年多之後又來的了嘛 那如果是spin的問題 spin到移民那方面 就 也是一個熱炒的題目來的 那看看怎麼樣呢 看看這個星期的 Peter Dutton怎麼說呢 那我就大致上講了這麼多 就是李文的措施 或者請問施華 你會出個聲音 請你講講你的意見吧 好嗎 我自己就看完這個財政預算 就覺得 就是我們這些呢 就是一些得益都沒有的 因為它其實 給了很多錢呢 就是那些 拿著 例如pension 或者剛才你說jobseeker 或者一些rental assistance 其實現在澳洲的人 如果你是可以收入的呢 根本就是一直可以拿 這些叫租金津貼的 一般來說都是幾十元一個星期的 那當然不能再多了 因為津貼實在五花八門 那這些是我們 全部是優惠不了的 我又想到那些子女呢 其實都是完全沒有優惠的 唯一一個呢 就是在那個稅收那裡 去減少少 就是減得很少 那現金優惠又沒有的 你知道澳洲不流行派錢的嘛 譬如澳門啊 香港那些有時候 尤其是澳門又派一萬元 那不就是我們流口水 那不要緊要啦 那於是你找到特質的收益就沒有的 那但是 作為澳洲的一員 那如果我們不是太窮的 又不用拿政府那些任何的兩項 那就是都是掉的 那但是我就注意到 它有很多infrastructure 那些 就是它有很多 大型的基建 譬如它又在發展一些的電腦 就是電腦 全球第一部那個電腦 那個 那個 AI 全球第一部 不是AI 是全球的第一部的 就是 quantum computer 雙用量計算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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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然後 其實我就是特別留意它在那個基建那裡 不過我就看不到 Julie最喜歡的那個軍備 但是它會投資很多 solar panels 然後就有些科技東西 然後有些重要的 譬如礦物 稀土等等 這些這樣的 就是製作一個地圖 希望能夠自己挖出來 就不用依靠其他國家 這些都要用很多億的 那變成我就覺得 既然我們 的東西沒有 但是 長遠國家利益來的 這樣也好 我都覺得 我沒有說知不知 全國的利益來講 我覺得OK 但是我真的覺得 所謂的紓困措施 中產階級 又是霞一聲的 就是完全沒有得益 嗯 這些這樣的長遠的基建 就錢就洗了下去 那就不會馬上見到 有什麼好處的 我只有一個洗字而已 希望啦 希望在明天 就是這樣 Julie有沒有這些意見呢 沒有 其實好像芝華說的 我們暫時真的沒有需要什麼呢 那我們只是有兩餐 我就覺得OK 有兩餐 我跟芝華一樣 我覺得 不只是基建 大哥 有時候 我是幾人休天 我覺得戰爭都很接近 但是我們澳洲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很接近 就是我覺得戰爭是很接近 我覺得現在的世界 不是走向和平那邊 就是走去 而且是不會停的 就是那個 和平的方面 現在那個 所以其實是很危險的 但是我們現在澳洲 太多的變數 今年 尤其是2024年 很兇險 美國大選 到底是Donald Trump 還是Joe Biden 也是有一個人質的影響 另外這兩天 伊朗的總統 然後阿拉伯那個 阿拉伯那個 阿拉伯王國王就是病危 80多歲 我想差不多 又會改 中東那裡 就是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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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 打架就很平常 他們打架就做秀 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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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近年都沒有 給他們朋友看 做秀 以前是民進黨 現在是國民黨 去打架 好笑的 國民黨院長 你看看 好啦 或者全國的新聞 預算案 大家都可能聽到 哎呀 夢茶茶 悶死了 不要說了 說一些不如好笑一點的東西 施華找到那張照片 查理斯王子 為什麼紅當當 你講講 那個國王 那張畫 你講講 查理斯王子 那張照片 不是王子 是國王 還搞笑 是 查理斯王子 有一張照片 是紅當當的 畫了三年 是有在英國的一個叫做 叫Yale的一個 我覺得她不是典型的英國人 不過她說她是British 我不要管 她也沒有說她原籍在哪裡 Jonathan Yale 那幅畫呢 大家可以上網看 我們也可以上網看 我們也可以上網看 就是非常驚人的 就是整幅畫都是紅色 因為查理斯王子 是穿著軍服 她的軍服是紅色的 於是那個畫家索性 就將整幅畫都是紅色 除了臉 那令人很震撼 而且她是幾天之前 才是揭幕的 那我也覺得 我個人的 在網上是劣平如潮 好像一個地獄殺手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其實查理斯王子 在那幅畫上面的左肩膀 是有一隻蝴蝶的 其實那個蝴蝶也是一種 它的名字叫做黃膝蝴蝶 原來這種蝴蝶就是因為地球 尤其是在英國春季氣候的變化 而越來越少 你知道其實查理斯王子 是一個著名的環保分子 所以她就 其實她不知道自己的肩膀 畫了一隻蝴蝶 直到她打開了之後 她才會覺得很驚人 那那個畫家就是說 因為我想 告解世人 要注意這個環保的訊息 但是這個環保的訊息 一點都不綠 是紅的 紅得很厲害 只是她臉和手是肉體顏色 其他全部是紅色 我個人覺得非常漂亮 和非常震撼 至少一看你永遠難忘 然後鏡頭就說 Oh you've got it 就是跟畫家說 你真是掌握到她的神情了 那各位我覺得你們應該上網看 我覺得真的 典型一個查理斯王子 平時那個 那種 脆脆脆脆的樣子 都出來了 就是我昨天跟我老公說 我說英國人 真是很寬容大道 如果你給普通人 可能是屍體難去的 國王來的 而且他會 擺在這個國家的博物館裡 但是查理斯王子 沒有表示反感 但是網上嘲笑到她暈眩 所以我覺得很搞笑 這個第一 第二個更加搞笑的是 我們澳洲有一個女首富 叫Gina Reinhard 她很有錢的 世界上一百個最著名的 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女人 在福布斯雜誌裡面說了 她現在的身家大概是有三百多億 三百七十億的澳幣 全澳最有錢的人 也是最有錢的女人 有什麼問題呢 原來就是有一個原住民的畫家 叫Winson 就畫了二十一幅澳洲人的畫 包括我剛才說的那個女首富Gina 於是她畫了之後 大家也可以上網看 於是二十一幅都放在那裡 但是有十幾個人已經投訴 因為Gina實在畫得太噁心 這個Gina特別不開心 其實我相信你給她畫 沒有一個開心的 她包括有英女王 有澳洲的前總理 Scott Morrison 我個人覺得 第一 畫得非常之醜樣 一 畫功就非常之差 第二 畫的Gina就 double chain 就是雙下巴又肥又蠢 整個很重的女人 於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第一 有很多人投訴 說真的頂不住 主題都很不開心 於是就希望美術館能夠 就是脫架 我可不可以不要展覽我的東西 因為她並沒有獲得批准的 你明不明白 就是等於我現在畫你 Chris我畫得這麼醜 那就把你的照片 整了去這個國家博物館 澳洲國內美術館在坎培拉的 但是就 美術館是懶得拒絕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的 我們是自由創作的 我不會因為任何人的壓力 我們會把她下來的 而這個作者也說 我是專門畫一些有錢有權 或者重要的人物 對這個國家 或者對我有直接或者間接影響的人 那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第一 畫非常之醜 是人見到 如果給你畫 你一定覺得 是非常之醜化每一個人的 沒有一幅漂亮的 根本畫功就差 第二 我自己就想說 如果那個是原住民這樣 給人醜化的話 他一定會剝他下來 第三 如果這個不是原住民的畫家 也都一定 不會可以堅持到這樣 澳洲現在是一種仇富 仇白人 只要你是原住民 你做什麼呢 人家不敢動你 所以現在我就覺得 第一 很不公道 其實我也是想想 我不喜歡你畫我 你又無端端畫我 你又整了它上去 我為什麼沒有權力 remove它呢 現在這個國內美術館 已經說我不會remove它 這個原住民又說 我畫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喂 我畫得你很醜 這樣可以嗎 反過來我畫你這個原住民 可以嗎 事情就是這樣 大家應該是 看一看這幅畫 然後評一看你 這個原住民畫家 到底是他自己 這個畫家 是否它自己畫了之後 一堆畫 然後那個博物館 選取了進去演藍 還是事先博物館 已經請了它來畫 畫完之後就自動 放上去是怎樣的情況呢 這裏就沒有說 它是一個主題 叫做Australia in color 就是說用彩色來畫澳洲人 於是他就畫了21個澳 其實都不是澳洲人 有一個是著名的美國的音樂家 變成了由這個painter 就有一個畫家眼中看到的人物 他全是人像來的 有一個原住民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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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他的畫家 都是這樣的 就是很漫畫 他根本那個水準都低 很難得 他畫做好像我們以前看 老夫子那些漫畫 黃澤華那些八婆 不過就是這樣 澳洲政府就是政治正確的 堅持就是輔助這個原住民文化 經常花很多錢 就給他們益他們的 可能就是請他畫都不是 他畫得這麼醜 也都是擺出來 很多時候我們有什麼活動 又會請原住民出來 吹那些很長的木桶 那些叫Didgeridoo 是啊 我個人就不知道 總之就請他出來 那些人就打打七顆 那些鞋子又不穿 他們是這樣的 就吹吹吹吹吹 怎麼吹吹吹 怎麼會聽呢 吹吹吹吹 正式開始 都要是這樣的了 政治正確的畫質 好啊 那第一個環節 既有嚴肅心 也是很少的新聞 我們就講完了這個環節 休息一會兒